民政党总统候选柯文哲最近就被发现说 他的西装上多了一枚国旗扫灰章 这位外界怀疑是想要抢泛蓝阵营的选票 虽然柯文哲对外澄清服装都是由助理准备 没有特殊意义 而国民党副总统候选赵绍康分析 这是柯文哲的选举策略 大三蓝绿都要抢 如果在科幣主政之下呢 我们能够开创台湾的活水 左桥右桥都不满意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西装上的小徽章似乎别的太高了 柯文哲副手吴欣盈忍不住亲手帮忙调整 上个礼拜的记者会中 柯文哲的领子上只别了一个科匹小徽章 现在却多了一枚国旗徽章 突然改变的造型也被外界怀疑 难道是想抢认同中华民国的选票吗 我的服装你知道 都是我们的助理在弄 刚好最近有人送我一批国旗的徽章就装上去 台湾不是民进党的专利 国旗也不是国民党的专利 柯文哲把造型问题丢给助理 他澄清别国旗徽章没有特殊意义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则认为 这是柯文哲的选举策略 柯文哲才刚说自己是深绿 如今又别上国旗徽章 多变得政治光谱让选民一头雾水 民进党前立委临卓水点出 柯文哲不蓝不绿的政治立场 等于抛弃中间选民的信任 在第91波的美丽岛民调中 柯文哲在中间选民的支持度是21% 输给民进党赖心得的29.5% 柯文哲在选战中大打包牌策略 希望争取更多选票 但如果蓝绿都要也得小心 最后蓝票绿票都拿不到 反而造成反效果 记得问安吴振宇 赵文轩台北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